在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首先五件新闻先看一下美国的国会将会就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 从当地撤离美军和平民爆发的混乱 并且导致塔利班再度掌权要举行听证会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高阶领袖这个礼拜 也要面临近期是最具争议性的听证会 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会分别在这两天举行听证会 共和党也会聚焦在拜登政府在这场将近20年战争的尾声所犯下的错误 好接着呢我们再看的呢 这是因为疫情而延后的2020的世界博览会 这个礼拜将会在杜拜登场 预估会吸引为数2500万的访客去朝圣 这场COVID-19疫情以来的全球最大盛会 终于将会在沙漠揭开耀眼的各国展馆 位于杜拜郊区的世博会场 在延后的这一年期间封闭 没有对外开放 而它会在9月30号举行开幕式 阿拉伯林和大公国的王室他们都会出席 再来看一下法国 法国总统马克宏和希腊总理在今天签署了一项军售协议 法国将会向希腊出售三艘巡防舰 价值是上看大约30亿欧元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也在这里看到 马克宏就说现在面临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竞争 他在这里 希腊可以选择采购三艘在法国的军舰 巡防舰展现的是对法国国防产业方面的信心 好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看到的就是瑞士 瑞士航空为了要维持国际航线营运 还要确保员工健康 所以他要求所有机组人员 必须要在12月前完全接种COVID-19疫苗 同时提出警告 明年1月底拒绝接种疫苗的 那就sayonara就会被解雇了 那么在瑞士航空说 强制性疫苗接种义务对于稳定的航空营运是至关重要 为了从12月起继续执行飞行任务 飞行员 客舱服务人员都必须要在12月1号前完全接种疫苗 到明年1月底不愿接种疫苗的人 那么就拜拜了 被解雇 那么谈到了疫苗 我们也看到法国的制药巨博赛诺菲在今天说 尽管试验结果是正向的 但是也由于疫苗生产进度落后自家对手 所以他们公司已经停止进行COVID-19 MRNA疫苗的开发作业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到是和中国相关的 中国的字节跳动旗下短影音分享应用程式TikTok 在日前说 现在TikTok每个月的活跃用户达到10亿人 推出短短4年 现在看得到人气是大幅的成长 在COVID-19疫情爆发前 TikTok就已经广受欢迎了 而疫情之后呢 封城措施 学校停课 远距通讯的盛行 都让TikTok人气可是扶摇之上 好 朋友们 在我们今天的新闻最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和科技相关的 包括了社群平台脸书 在今天 他宣布要投入5000万美金 来资助全球有关延展实境的虚拟世界的研究机构和计划伙伴 确保相关的产品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开发 脸书说明 这是Metaverse 是一个虚拟世界 人们可以和身处不同空间的他人一起打造与探索 也可以在这个当中和朋友交流 工作 娱乐 学习 购物和创作等等 那么Metaverse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让人们花更多的时间上网 而是为了要让上网的时间可以变得更为有意义 好 新闻方面 我们最后看到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福特 在日前发表声明 建华要对电动车的生产投资114亿美金 要新建四处新厂房 要在2025年可以创造11000个新工作 声明也说福特会和他南韩的伙伴 共同在肯塔吉州 还有田纳西州来打造这个厂房 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后面今天在这为朋友们翻译编辑和播报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在这里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礼拜二 接下来12点半还有明明与余希燕余老师带给大家的石花弄草 欢迎朋友们不要错阔了 和我一块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